网络话题来看到有民众po网爆料 说他在嘉义一处医院附设的月子中心修养 收到了通知 说有入住的确诊产妇拒绝返家 院方只好安排其他产妇 必须要进行10天24小时的母婴同事 引起民众的不满 觉得付了钱来坐月子 孩子还要自己雇 对此院方解释 因为月子中心的群聚感染风险比较低 一开始才会让染疫的孕妇多停留几天 现在经过沟通该名个案已经返家隔离 本土疫情升温 不少孕妇没有接种满三剂疫苗 日常防疫战战兢兢 但现在却有民众爆料 嘉义有月子中心让确诊孕妇就地隔离 民众po文表示 自己在嘉义基督教医院产后护理之家 收到通知22号有一名确诊产妇入住 但这名个案拒绝返家休养 月子中心为了防疫 安排接下来其他产妇 要和宝宝24小时共处一室长达10天 引发民众不满付了钱 结果孩子还要自己全天候照顾 直呼30几位产妇的权益谁来维护 这位产妇他入住护理之家之后呢 因为觉得自己身体有一点点不舒服 所以再一次做了快塞跟PCR 那PCR的结果是阳性 会担心吗 会 会啦 民众除了不满付了钱 还要自己带孩子 也担忧这样的防疫措施 会造成月子中心群聚感染 院方赶紧跳出来解释澄清 我们月子中心的这个环境 其实群聚的这个风险是非常低的 也考量到他的需要 没有马上请他来到其他地方来坐月子 索性在院方来回多次沟通 确诊的产妇终于愿意回家隔离 也让其他入住的民众 继续待在这里安心坐月子 记者蔡丛龙嘉宜报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